记者会上赵立坚还就20号 美日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发表联合声明 妄议中方核政策相关言论 做出回应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 最先进的核武器库 却还要投入上万亿美元 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发展低荡量核武器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部署全球反抖系统 谋求在亚太和欧洲 部署陆基中岛 这些行为严重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我们奉劝美方管好自己的事 切实降低核武器 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切实承担起自己在核财军方面 特殊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实质性的削减核武器 赵立坚表示 日本长期以国际核财军 与核不扩散领域的模范声自居 实际上却说一套做一套 日本作为无核武器国家 却长期存储 大量超出自己实际需要的 敏感核材料 包括武器及布 这造成了严重核扩散风险 和核安全隐患 日方为了继续享受 美国核保护伞 还竭力阻挠美国采用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如果日方真的有意推动 国际核财军 与核不扩散进程 就应以负责任的态度 回应上述国际关切 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国际社会